周四将会有一些影响市场的重要数据发布 来仔细了解一下 首先早上9点钟 非常重要的2017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出值将发布 市场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增长会加速 30分钟之后将迎来英格兰银行第四季度信用状况调查报告 上一份报告指出 担保贷款可用性略有上升 而无担保信贷可用性有所下降 10点钟将会发布1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数据 10月份的产量出现反弹部分扭转了前一个月0.5%的跌幅 如今12点30分将会发布12月份欧亚行会议纪要 交易者们预期纪要将揭示一些量化宽松政策可能结束的讨论内容 下午1点30分 未受关注的美国失业救济人数将出炉 截止12月30日的一周内 出勤失业近日数上升了3000 而截止12月23日的一周内 续情人数下降了3.7万 同一时间还将发布12月份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过去三个月里 生产者价格都以0.4%的速度稳步增长 11月份加拿大新房价格指数也于同一时间发布 继以前一个月上涨0.2%之后 10月份该指数的涨幅低于预期 晚间七点钟12月份美国联邦预算平衡将发布 11月份的财政赤字大于预期 但与去年同期的1367亿美元相比变化不大 9点45分将迎来11月份新西兰建筑许可数量 过去两个月许可证数量都一直在下降 最后在晚间11点50分将发布12月份日本银行贷款额 11月份银行贷款额继续增长 但增速低于一个月之前的2.8% 以上内容为1月11日星期四的经济之力 星期五还将为您带来最新的美国通胀数据 敬请关注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